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通过开关切换工作模式 通过仿真得到相控阵子系统的各种指标 在完成的射频子系统设计中 可以对各个部件的非理想特性 对整体性能的影响进行评估 如公放的非线性 多路移向器 衰减器 延时器的性能偏差 阵列天线偶合 以及阵源天线方向图 阵源失效等等因素 我们这次演示的 是一个单向的实时毫米波传输系统 在发射部分 我们采用适得科技的信号源发声器 产生中频信号 中频信号送给国波电子 研发的8×8相控阵天线 在8×8相控阵天线系统中 有上面频和波束复形的功能 在发射部分 8×8相控阵天线产生一个宽的波束 覆盖广阔的区域 在接收部分 8×8的相控阵天线 会形成窄波束 进行beam的扫描 收发的相控阵天线是完全一样的 在接收部分 8×8相控阵天线 进行窄波束波束复形合成后 将信号下变频至中频 中频信号 经过适得科技的M9362A 和M9352A PXIE 下变频模块和中频放大模块 之后信号由M9703A数字采集卡进行采集 并进行实时解调 M9703A高速数字采集卡上面的FPGA 可以对用户开放 因此用户可以对这块数字采集卡上的FPGA 进行实时的编程 在发射部分 我们用施德科技N5182A 实量信号源 产生宽带的中频信号 传输给相控阵天线 同时采用 施德科技的N6701A天线模块 为天线阵供电 同时我们采用 施德科技E8267D 实量信号源 为天线阵产生本阵信号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套实时系统中的接收部分 在接收部分中 我们同样采用了8×8的64有源天线阵列 但与发射的时候 采取的固定宽波数的工作方式不同 在接收部分中 我们采用了窄波数的扫描的工作方式 在实时系统工作的时候 我们预设了31种不同的窄波数接收方向 并进行实时的扫描 从所有的接收波数中 选取最佳的接收波数 进行实时的解条 在接收天线阵列 经过下变频后 中频信号 接入了施德科技的PXIE模块化仪器 在PXIE机箱中 我们采用了M9362A和M9352A 四通道的下变频器和中频放大器 进行二次下变频 将信号变至低中频 低中频信号 接入施德科技AXIE机箱中的 M9703A高速数字采集卡 在M9703A高速数字采集卡中 它上面的FPGA可以对用户开放 因此用户可以将自己的实时算法 实现在这样的高速数字采集卡中 进行实现一个 进而实现一个自己的实时数字接收机 在我们这套实时演示系统中 我们实现了一个实时的OFDM解条接收机 在这样的实时采集卡中 因此它可以进行实时的OFDM信号解条 同时它包含一个实时的BIM控制逻辑 因此它的数字IO口可以产生两路输出控制信号 来控制接收天线阵列进行实时的BIM扫描 现在我们已经将收发系统架设完毕 收发系统现在相隔数米远 我在接收部分 在接收部分我们打开了SystemView软件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SystemView软件的操作界面 在SystemView软件的图形化设计环境中 我们已经对M9703A当中的FPGA进行了建模 目前我们使用M9703A上的FPGA0进行实时接收机的设计 在SystemView的M9703A设计界面中 我们已经预先将所有的外围端口封装好 用户只需要在这样的图形界面中 或嵌入自己的HDL代码 或使用我们提供的硬件设计模块 这样的硬件设计模块既可以进行软件仿真 也可以生成对应的HDL代码 在所有的HDL设计连接完毕之后 我们首先提供软件级的HDL仿真 帮助用户验证功能 在功能验证通过之后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自动的FPGA生成的流程 帮助用户直接生成 可以下载到M9703A仪器上的FPGA编程文件 在M9703AFPGA编程文件生成好之后 我们同样可以在SystemView的软件环境中 进行软硬件的联合仿真和验证 在这个设计中 在最左侧的模块 可以联系到真正的M9703A硬件设备 并且将我们预先生成好的 实时接收机的FPGA设计 下载到M9703A的实际硬件中 在我跑这个仿真的时候 SystemView软件会将预先生成好的FPGA编程文件 下到M9703A中 并且让FPGA进行实时的运行 现在我可以手动的来转动我们的接收正面 这样接收正面和来波方向夹角会产生变化 在我们的实时接收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实时显示的接收Beam 也会跟着我的转动 去选择最佳的接收角度 并且进行实时的解调 产生最佳的星座图 这样我们的圆形系统就可以始终保持最佳的接收Beam 并且根据自己的位置进行自适应的调整跟踪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南京国博电子有限公司的研发工程师包宽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司最新研发的5G毫米波有源相控阵天线 这台5G毫米波有源相控阵天线阵列 集成了64通道的有源射频收发模块 集成了64个天线阵子 其中每16个阵子形成了一个中频的输出 对应着4个波速 这台5G毫米波有源相控阵天线样机 集成了快速波速切换控制电路 通过高速数字控制接口 来控制毫米波的相关的幅度和相位 进行幅度和相位的加权 这台毫米波有源相控阵地样机 尺寸紧凑 功能齐全 是5G毫米波通信的一个比较好的典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